这周的问答,我先就之前的来信补充一些内容 因为我读了大家的留言以后 发现可能是我在某些地方讲的不是很清楚 有些读者可能理解有误 说完补充,再回答两个问题 先来说一说补充内容 第一个补充是有关B计划的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 制定并实施B计划 不是在A计划中流出更多的赋予量 我之前在信息论40讲中讲过 系统可以通过增加冗余度来提高容错的能力 但这和这周讲的B计划是两回事 你每天出门提早个五分钟 以防路上有什么不测 这是增加富裕量或者说冗余度 你原本是打车上班 但是早上朋友发微信告诉你说 今天交通特别堵 你改为坐地铁上班了 这是B计划 其次B计划的目的不是保底 不是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最坏的情况 而是依然要采用积极的态度和行动 去争取胜利 比如有人炒股亏了钱 想着反正我还有一套房子 大不了过去三年的积蓄打水漂了 生活至少是无忧的 这就是保底的想法 不等同于B计划 B计划是我过去常讲的 股市涨有涨的应对措施 跌有跌的对付办法 你可能听说过对冲基金 他们通常使用一套相反的策略 弥补部分损失 那套相反的策略就是B计划 再其次 有了B计划 还要有C计划和D计划吗 这是很多留言里面谈到的问题 我的结论是通常是不需要的 任何计划都不是R系 制定计划是有成本的 制定好的计划就需要认真的去执行 我们在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时 要有一个平衡 不要把精力都放在制定计划上 而忽略计划的执行 有一大堆的备选计划和没有备选计划 这是两个极端 效果都不会好 今天有一些大公司搞研发 通常会有背对背的两个项目团队 做同一个项目 或者做类似的项目 如果第一个团队在一段时间内领先了 第二个团队的工作就被终止 其中的人员一部分会转到第一个团队中 确保项目有足够的人员 这也是一些同学提到的余量 但是大部分人员会开始为几年后的新项目做准备 如果第一个团队最后因为某种原因失败了 这家公司最多在一代产品上失去优势 而已经提前开展的新项目就会成为重点 确保公司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导致长期的落后 不仅大公司如此 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是这样 比如哈佛大学医学院等等 稍微有点规模的实验室 一个教授常常会招一大批博士后 每一个具体的课题都会先放上两个人 一开始两个人要用同一个方法 彼此独立做同一件事情 如果一个人做得更好 另一个人就会被老板派去尝试另一种方法 但这是两个团队 如果要四个团队同时并行工作 那成本就太高了 不具有可操作性 通常我们多花20%的成本 把成功率从80%提高到95% 这是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你再花20%的成本提高到98% 收益就不那么明显了 最后有了B计划不等于说A计划就不认真执行了 恰恰相反 有了B计划是为了放开手脚执行A计划 一些同学提到破釜沉舟的问题 有人会问 如果项羽在巨鹿之战时有了B计划 不就不可能冒死一战以一当时了吗 其实任何时候做事情都要有一点破釜沉舟的决心 但这和有没有B计划没有关系 如果人还没有开始做事情 就想着这件事情做不成 那就不用做了 另外有破釜沉舟死战的决心不等于去冒险 冒险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把钱全押到赌场上 这就是冒险 但是冒险和成功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们不能因为张三把全部身家押到比特币上发了财 就学着这么做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 贝水之战的著名案例并不多 除了最有名的韩信井行之战 之后历史中同样的故事就很少了 更多的是军心不稳后 兵败如山倒的例子 好 上面是关于B计划这个话题的补充内容 接下来再补充一点有关四建会的内容 讲四建会的这封来信 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特别是很多身处偏远地区和小城镇的同学 都在评论区中分享了自己的体会 不少人感慨 我们国家似乎也应该有一个四建会的组织 帮助当地的年轻人成长 不过四建会的理念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实践 并不一定需要什么组织 我身边的朋友 包括在中国的和在美国的 大约有一半甚至更多 是来自农村偏远地区或者小城市的 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人 在学业以外的素质上都非常好 我倒不是说农村偏远地区和小城市更出人才 因为这样统计会有幸存者偏差 但是我想说 即使身处那些地区 如果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各种素养 是能做到的 根据我的观察 我发现我的这些朋友 无一例外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原生家庭 他们的父母其实扮演了四建会组织者的角色 没有教他们多少文化课 但是让他们有健全的头脑 心胸 双手 和身体 如果考虑到下一代 那么扮演教育者这个角色的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而作为年轻人 不论在哪里 记住健全头脑 心胸 双手和身体 这四件事 身体力行就会有明显的进步 好 接下来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开小七提出来的 他说吴军老师 波士顿在信息科技科创上不如硅谷 但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呢 往后看十年二十年 波士顿和硅谷 哪个有可能成为更成功的生命科学科创中心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直到今天为止 波士顿都是一个很好的科学中心 包括在信息科学领域 波士顿有MIT和哈佛 在科学研究上 可以和世界上任何的地区相比 在技术上 它也有很多原创性的技术 比如在IT领域的机器人技术 不单单是在生命科学领域 但是如果我们要对比 哪里更有希望成为未来的生命科学科创中心 波士顿并没有什么优势 因为波士顿今天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的重要性 在世界范围内和30年前50年前相比 其实是在下降的 不单单是在生命科学领域 在很多科技领域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回到40年前 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 谈论全世界的科创中心在哪儿 还真不好说 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号公路 哪里会发展的更快 但是今天 我估计我们专栏的同学 有一半没有听说过128号公路 它曾经是和硅谷并驾齐驱的全球科创中心 但是今天已经相对衰落了 当然如果你到那里去看一看 会发现那里的绝对水平依然很高 但那毕竟是在吃老本 如果论发展速度 这个地区相比加州 德州 或者中国的深圳浦东 甚至英国的剑桥都算不上快了 波士顿地区最年轻的一批财富500强企业 诞生在1979年 就是波士顿科学公司和EMC等等 1979年是什么概念 那是以个人电脑 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时代 刚刚起步不久的时代 而之后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波士顿错过了 在错过这个时代之前 波士顿的信息产业水平是超过硅谷的 波士顿后来落后的主要原因 是从科学往技术再往商品的转化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不论在哪个科学领域领先 可能都是在为其他地区的科创发展做嫁衣上 几年前我到MIT和工学院主任查德拉卡桑 做过一次很长时间的交流 他告诉我 仅仅是MIT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实验室 就成功的创办了100多个公司 他说的这个实验室大致相当于MIT计算机系和电机工程系的总和 而所谓的成功创办就是要么上市要么被收购了 你听了以后可能会觉得这个成就很了不起 但其实真正做到独立上市的只有爱机器人等等很少的几家 而且还都不大 其他公司都已被谷歌Facebook这样的硅谷公司收购为荣 我开玩笑的跟他们讲 你们也太没有志气了 他告诉我 波士顿的人真的不善于做产品 更不善于做市场 只善于做科研 今天很多硅谷公司都把波士顿看成是技术的提供地 在生物制药领域 几乎所有的大药厂 在哈佛大学或者是MIT旁边都有研究所和分支机构 他们也都把那里当作技术的来源 而哈佛或MIT的课题组 也都以把技术卖给那些大药厂为目标 而不是创建像基因泰克或者吉利德科学这样的大公司为目标 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运作机制不一样 这一点我在硅谷之谜这本书中有详细的解释 这就不赘述了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翻看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谷月提出来的 他说吴老师你好 这次美国大选 为什么是年龄如此之大的两个人来竞选总统呢 更年轻一点的人为什么不站出来竞选总统呢 造成这种老龄化的机制和原因又是什么呢 谢谢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答案是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今天恰好两个70多岁的老人出来竞选 这是偶然性的 因为如果你看2016年共和党的几个候选人 其实只有特朗普当时超过了60岁 剩下的都不到60岁 而偏偏特朗普胜出了 另一方面也有必然性 你如果看一看拜登的三个党内主要竞争对手 桑德斯79岁 沃伦71岁 布隆伯格78岁 再加上这个77岁的拜登 四个人超过了300岁 如果再考虑民主党领袖佩洛西80岁 这完全就是一个老人党嘛 这是必然性 产生这种必然性的原因 简单的讲要归结于建制派这三个字 或者说既得利益者长期把握政治 其他人需要论资排辈慢慢熬 2016年很多人呼吁拜登出来竞选 因为很多人不满意希拉里 但是民主党内有默契 那一次要保希拉里 而保希拉里又是因为2008年 为了团结支持奥巴马 欠希拉里的人情 要知道既然是建制派 就需要按照规矩办事 大家排队来 像特朗普这样的黑马 大家是不喜欢的 不过共和党几个未来呼声较高的候选人 年纪都不大 尼基黑利今年才48岁 蓬佩奥56岁 彭斯61岁 到2024年大选 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好 这次的内容就到这 最后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下一封信再见